宋爷爷眼含泪花地拆下了福宝的名牌 拆下它 代表着福宝在这最后的痕迹消失 虽然心里很不舍 但是还是要往前看 爱宝出外场后 宋爷爷在带娃 可是在带娃的他 却时常眉头紧重 时常分神坐着在发呆 他可能在想着他的福宝 因为就在前两天 他把福宝的名牌拆了 那是福宝遗留在那里最后的痕迹了 先是福宝的空中别墅 然后是福宝的椅子 现如今仅剩下的名牌 也要拆了 感觉拆了福宝名牌的他 心里空落落的 脸上挂着笑容 但是眼睛却隐含泪花 不过虽然舍不得 但是总是要往前走 总不能一直活在福宝的回忆中 但是拆了后 他心里还是难掩心中的思念 不过好在还有俩小只陪伴着他 宋爷爷发了一会呆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中 对于福宝 他虽然还没放下 但是看到他生活得很好 知道他有一个对他好的心买霸 外加一个大场地 后面他也会出展 能实时了解到他的状态 这就足够了 毕竟现如今要做的 照顾好宝家族